今天我要带大家吃什么瓜呢? 当然要吃点外国瓜了,就在昨天,三月的最后一天, 玄冰孙艺珍牵起了彼此的手,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瞧瞧这婚纱照,这新郎新娘的高颜值,活脱脱韩剧现场啊! 婚礼后台的布置也是相当的甜蜜唯美, 各处都摆着两人的照片,还都配有鲜花点缀。 婚礼现场更是仿佛电影拍摄现场, 瞅瞅这华丽的花门,一看就是大手笔。 这得挺贵吧?对不起啊,我这个俗人眼里只有钱钱钱钱钱, 孙艺珍挽着爸爸的手入场,现场直接激动落泪, 看下面这张图姐姐正在擦眼泪呢, 每个女人到这一天都会很想哭吧,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嫁给爱情的。 这场婚宴甚至被网友调侃堪比电影颁奖礼, 到场的全都是韩国最顶级的影视大咖。 很好,细心的网友肯定已经发现了吧, 玄冰孙艺真大婚的宾客名单里, 竟然有宋仲基和李炳县的名字, 你肯定会问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这几个都是韩国有名的演员, 请人家怎么了吗? 当然奇怪了呀, 因为玄冰、李炳县、宋仲基, 这三个人都是宋慧桥的前任啊。 现在这局面, 简直就是宋慧桥前任大联欢的节奏啊。 李炳县和宋慧桥, 玄冰和宋慧桥, 宋仲基和宋慧桥, 宋慧桥要是看到这场景, 肯定要说一句, 都是姐的过客。 不过, 宋仲基到达现场的消息, 是昨天蹲守在玄冰、 孙艺珍婚礼现场外的记者们放出来的,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拍摄到她本人的照片。 大家理一下这个关系, 这完全就是一个荒谬喜剧故事的剧本啊。 剧本名我都想好了, 就叫我的前夫和我的前前任来参加了我前任的婚礼吧。 刚才说到玄冰和孙艺珍婚礼现场请到了无数韩国影坛大咖, 堪比百想艺术大赏的程度。 但其实对于我这个见惯了大场面的吃瓜人来说, 并不觉得有什么。 因为上一场世纪婚礼才更加震撼, 那就是宋慧桥和宋仲基的双宋大婚, 那几乎是点燃了整个亚洲啊。 韩国的影坛大咖到场又如何, 双宋可是把张子怡都请到现场了。 张子怡爱? 这国际牌面直接拉满, 逼格上去了。 想当年, 太阳的后裔在亚洲爆红, 特战部队海外派兵组组长柳石镇 和外科医生姜沐嫣的爱情故事也折射到了戏外, 宋慧桥和宋仲基就这样相爱了。 他们曾被拍到在海外街头约会, 下出租车的时候, 两人的脸上都带着笑, 确实是真心相爱着的吧。 后来两人顺理成章地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2017年10月31日, 双宋世纪婚礼的照片刷爆了各国热搜趋势。 这谁看了不说一句般配呢? 男帅女谅, 两人都是温温柔柔, 没有攻击性的精致长相, 啊, 赏心悦目。 婚后的两人也经常被偶遇到, 完全就是像寻常夫妻一样相处。 两人一起出门旅行, 打扮很低调, 拉着对方的手臂在首尔的街头漫步。 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 这样幸福般配的夫妻俩, 所有人都觉得他俩会一直这样相守到老。 没想到事与愿违, 两人离婚的消息竟然在他们婚后20个月后传来。 宋仲基方表示, 私生活方面的事情很难一一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谅解, 同时表示自己将摆脱伤痛, 用更好的作品报答大家。 I'm on, 这措辞, 我觉得很微妙啊, 什么叫私生活方面的事情呢? 宋仲基又为什么说自己要摆脱伤痛呢? 这是在暗示宋慧桥私生活有问题吗? 宋仲基的这一则声明, 一旦激起千层浪, 互联网瞬间心碎一地, 谣言更是四起。 当时, 宋慧桥刚跟普宝健合作过电视剧《男朋友》, 立刻就有传言表示是宋慧桥劈腿普宝健, 给宋仲基戴绿帽子。 甚至更有人表示, 宋慧桥曾经表示自己拍完男朋友之后会想要休息一下, 肯定是怀了普宝健的孩子。 可是随后, 又有媒体爆料称宋仲基的离婚申请并没有通知宋慧桥, 含有警告宋慧桥的意味, M, 风向再次发生转变, 网友觉得宋仲基火急火燎离婚, 该不会是因为自己也劈腿了吧? 这部, 立刻有网友表示, 宋仲基的造型师是小三, 宋仲基对宋慧桥冷暴力, 还一丝打算和小三共建爱潮, 导致宋慧桥心情抑郁, 夜晚阴谋发作删了很多自己在社交账号中发的照片, 甚至一怒之下还取关了小三。 这时又有更多角色登场了, 宋仲基的哥哥在个人账号发了一张图, 上面有四个汉字以掌避天。 啥意思?这是在说谁? 双方的好友也纷纷开始站队,开始取关。 微妙的是当年同剧组的一名演员, 取关了宋仲基, 但是还关注着宋慧桥。 哎, 一地鸡毛啊。 虽然但是, 我还是觉得, 两人还算是体面吧。 比如说, 当外界猜测宋慧桥是不是劈腿, 扑宝剑的时候, 宋仲基方火速出来辟谣了, 也算是维护了乔妹最后一层体面。 在离婚后, 乔妹还和宋仲基的化妆师有过互动, 在不经意间为宋仲基也澄清了绯闻。 当时正好是乔妹生日, 宋仲基的化妆师发了很多乔妹小时候的照片为她庆生, 这种很私密的照片只有智友才会有吧, 可见化妆师并不是宋仲基的绯闻女友。 不得不说, 乔妹小时候也太可爱了吧。 乔妹甚至还去动态下面留了爱心的emoji表情作为评论回应, 说明两个人的关系确实不错啊。 再来说说乔妹的另外两个男友, 宋慧桥和这两位也是和宋仲基一样, 都是因戏生情。 首先是和李炳线, 这位大哥比宋慧桥大整整11岁。 2003年, 两人因为一部落成生死恋, 相知相恋, 但是那时的宋慧桥刚因蓝色生死恋爆红, 属于咱们现在说的流量演员, 李炳线已经是韩国有名的一线演员了, 两人的咖位确实相差甚远, 多少有点门不当户不对的意思。 而且李炳线迷媚众多, 根本不肯接受自己到我爸谈恋爱的事实啊。 直到两人在机场被拍到同矿照, 李炳线才不得不承认了这段恋情, 慧桥是我的天使, 我想娶她回家。 此话一出, 举国哗然, 宋慧桥立刻成为众矢之地, 但她只能忍着。 没想到一年后, 李炳线再次发声, 宣告两人关系的破裂, 我和宋慧桥因为婚姻观不同而分手了。 李炳线口中的慧桥到宋慧桥, 只需要一年的时间啊, 爱。 可能是李炳线给宋慧桥留下了太大阴影, 宋慧桥和李炳线分手后, 四五年都没有再恋爱, 直到遇到玄斌。 2008年, 宋慧桥和玄斌因合作他们生活的世界而陷入恋爱, 这俩人的爱情故事倒是还算简单, 当时的宋慧桥已经因为浪漫满屋再度爆红, 玄斌也有了我是金三顺的加持, 身为男女顶流的两人, 自然是聚少离多, 久而久之感情就淡了, 分手也是正常。 当然也有人说, 宋慧桥当时劈腿了, 赵银成, 这都什么事啊, 但是这至今也没什么实锤, 就是纯文自刮。 但没想到, 两人分手的消息竟然是在玄斌服兵役期间爆出来的, 记者没办法联系上玄斌, 只能对宋慧桥围追堵截, 网友也把矛头指向了宋慧桥, 各种不开入耳的流言蜚语, 立刻把宋慧桥包围。 是的, 宋慧桥因为和玄斌分手的舆论压力, 甚至患上了抑郁症。 好的, 到这里, 乔妹生命中的三个男人的故事讲完了, 那这齐聚在玄斌孙一珍大婚上的三个乔妹前任的境况如何呢? 玄斌就先不说了, 一部爱的迫降不仅让自己人气飙升, 还因剧生情, 把孙一珍从剧中的女友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新婚妻子。 李炳献也是让人有点唏嘘, 这个韩国初代鼎流男演员, 如今我提到他只会联想起为所男这三个字, 而宋仲基从离婚后一直郁郁不振, 连颜值也肉眼可见地下跌了, 他离婚后的首部新作文森佐也是差评不断, 大家纷纷表示这完全就是一部宋仲基个人走秀片, 玛丽苏味道十足的烂剧。 而宋慧乔反而更显沉稳了, 乔妹签约了泽东电影, 要知道这家公司可是王家卫的电影公司, 尽管低产, 但是每部都是精品, 公司旗下的电影大咖也都是张震, 巩俐这种级别的。 看来乔妹不想在电视剧圈里陪着这群顶流们玩了, 姐姐还是搞事业吧。 好了,最后的最后, 我私心放上几张柳大笑和江医生的甜蜜回忆上, 你当年有没有追过太阳的后裔呢? 就让这部剧替我们记住双送这段美好又唏嘘的故事吧。 就像震草的故事吧。